他曾登上菲律宾富豪榜首位 或烟草大王、航空大王、银行大王等称号 他也是推广中华文化的使者 以实际行动支持华文教育 近日,在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 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 非华侨领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永哉 获颁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后,陈永哉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陈永哉1934年出生于福坚晋江 四岁随父母前往菲律宾定居 尽管从小在菲律宾接受教育 但他一直钟情于中华文化 当被问及最喜爱的诗词 已是茂蝶之年的陈永哉 兴致勃勃地用家乡话闽南语 背诵起了南宋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 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缔造起商业王国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直是陈永哉纵横伤海 带人接物的智慧源泉 但当时华文教育缺失 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也对中华文化缺乏了解 陈永哉对此感到十分痛心 1999年他当选菲律宾最大华人社团 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 提出振兴华社的当务之籍是振兴华文教育 振兴华文教育要重视培养师资 他参与捐助培育本土汉语教师的造学计划 推送本土华裔非裔优秀学生 到中国进修汉语教学 回飞后担任华校汉语老师 在海外打拼多年 陈永哉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 他也身体力行支持菲律宾华裔青少年 回到中国夙愿寻根 从2001年起 陈永哉开始资助中国寻根之旅 菲律宾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 每年资助1000多名菲律宾华裔青少年 来到福建学习汉语 了解中国文化 虽年事已高 但他仍多次亲自带队 他已经20年了 陪我们陪这个小孩来福建图书 给他们一种鼓励吧 他们第一次来厦门 什么话都不说 52天回去的时候 他有一个回报 一个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就觉得 他们说的普通话那么流利 他们自己的父亲父母 都很喜欢 很高兴 然后我这个老公 在台下 一直看 很喜欢 很喜欢他 我想 在他的脑海中 我不白费的 其实这些小孩 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有一种 祖国的观念 所以 所以对于我们的祖国 特别是这个神官 能够把我们的根找出来 就会有好的模样 这是做人应该有的 寻根助魂 努力承担 2019年9月 陈永哉向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款 继续以实际行动 支持全球范围的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为让中华文化 在海外后继友人贡献力量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也许在中国人贡献力量 对中华文教育发展 大刀